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韋菜好 所以我們今天也做蔬食 那今天要做什麼呢 番茄炒羊菇 很簡單吧 我真的覺得很簡單 小燕老師都會把很簡單的食材 變大菜 而且非常時尚 這道菜怎麼做呢 羊菇我就切後片 切三刀 切兩刀變三片 對 因為我的羊菇比較小一點 那其實你可以買大一點的 番茄的話我們就切滾刀 所以不用去皮嗎 不用去皮 那你要去皮也可以 我們現在直接入鍋 先不加油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完全不用加油 對 乾烤 直接進來乾烤 對 乾烤等一下它水分會出來 而且菇其實要好吃 它鍋子的那個受熱要均勻 對 而且這個鍋子啊 你不要小看這麼小 像28公分的 它的萬用鍋 它可以當平底鍋 當炒鍋都可以 我們現在有冒煙了 代表我們菇的水分 已經開始在蒸發出來了 你看有沒有 有耶 好美喔 有沒有 哇 這鍋子很厲害耶 對 原來是鍋子厲害喔 好香喔 越來越香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翻炒一下囉 它多糖體都已經釋放出來 而且現在好香喔 對 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加一點油了 這個時候才加油 對 因為茄紅素才會釋放出來 加一點油 番茄進來 這時候我們再加番茄 這時候橄欖油遇到番茄之後 番茄的水會出來 真的 而且越來越香 對 好 水分出來之後 我們現在加醬汁囉 好 現在我們給它 二分之一大匙的豆瓣醬 好 番茄醬一大匙 醬油二分之一匙 哇 這個都是很會黏鍋的醬汁 對 嗯 都是黏黏的 對 好 那我們點一點醋喔 好 醋一點點就好了 白醋 白醋 吃素的人都可以吃 真的 是的 很完美耶 對 就不會覺得吃素好像很枯燥很無聊 真的 對 而且顏色配得又漂亮 真的 然後這多糖體出來整個也不用再勾芡了 是 好會形容喔 最後的我們的蘿勒醬 蘿勒 紫蘿勒喔 很特別 超香的紫蘿勒 好 拌一下讓它 葉綠素 稍微熟化 拌一下就好囉 好 起鍋 哇 我們剛用那麼多醬料耶 對 竟然鍋子還這麼完美 是 這是我們留一根的紫蘿勒 放下面 哇 這道菜是 這道菜是 番茄炒羊菇 上菜囉 大頓金 々 我做的 漂亮